难道美女的房间都是凌乱的吗 这个被主持人公开吐槽的房间是如今天网扫昆林的闺房 这一幕发生在十多年前台媒的一档综艺中 有一个环节是节目组安排人突袭嘉宾的住处 而第一个被推开的房门便是昆林的 除了地面上四处堆积的垃圾 冰箱里还有各种吃剩的零食 这样的环境自然充斥着各种异味 就连平时喜欢运动 且早已习惯了汗臭味的陈建舟都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有人说彼时昆林才只有14岁 又成长在无人呵护的单亲家庭 不懂得如何打脸房间也很正常 也有人说这是节目组为了拨眼球的故意安排 并且在昆林晋升天王小时 陈建舟还曾主动为其辩解 但更多人倾向于他这事成大事者过去相见 在其他女生还忙着应付考试的时候 昆林已经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而这种规划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憧憬着成为罗志祥的执行恋人 陈建舟在昆林杂乱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 他写给罗志祥的表白信 我知道你不会说你爱我 我可以默默看着你就好 我只要有一点爱你的机会 我就会让你say love me 这份话虽然略带智能 却将昆林的野心暴露无影 彼时罗志祥还不是时间管理大事 靠着出色的唱跳功力 一度被誉为亚洲武王 灵气比周杰伦只高不低 由此可见让天王爱成自己 早已在昆林的计划之中 不过想要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 昆林还有第二步要做 那就是现在圈内打小名气 领着混血美女的title 加入了时下大火的 萌昧天团黑色惠美眉 起初昆林靠着甜美的长相 和并不出色的舞姿 收获了蠢门可爱的评价 观众语言也跟着水涨船高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并让会引起他人的妒忌 没其他成员的排挤对象 先是鬼鬼暗戳戳的内涵 他只会靠哭来剥取同情 只有用成员直言 他的话风与年龄不匹配 若是 他年纪才14岁 就这么早学性感 我是觉得如果要学性感 还是跟玉兔学学比较好 再加上节目组的突然拜访 凌乱的房间彻底击碎了 他精致美女的滤镜 宽林的口碑急转直下 落魄之时 只能在好友的介绍下 跑去潮牌店打工 没想到却品级太来 遇到了属自己的真命天子 周杰伦为侯佩岑写下 我不配 为何却转头选择了昆林 认识周杰伦之前 侯佩岑的履历堪称完美 毕业于名校南加州大学 同时拿下大众传媒和心理学 双学士学位 而后进入电视台 每天凌晨3点起床 准备当天的工作及采访 节目中使用的双语稿件 全部由他一人独立完成 凭借出色的主持功力 多次获得金钟奖的提名 反观昆林 只高毕业后 就成了混迹娱乐圈的小太妹 依靠综艺节目中的 各种博眼球的话题 来寻求关注 这么看侯佩岑各个方面 都要胜过昆林 但唯独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运气 另一个是年龄 侯佩岑与周杰伦相识时 已经26岁 放在普通家庭中 早已成了父母催婚的对象 所以当与周杰伦互生情愫时 他没有选择低调隐瞒 而是像个热恋中的女孩 舞台上甜蜜互动 私下里偷偷约会 然阿比是周杰伦的视野 如日中天 名气比如今的顶如鲜肉 游有过值 当二人的恋情 被狗仔公之与重视 侯佩岑自然成了 狂热女优粉的攻击对象 铺田改地的谩骂 打得他毫无招擦之力 偏偏意气风发的周杰伦 还不打算用爱情来禁锢视野 侯佩岑不得已只能选择分手 阿比周杰伦小了整整 14岁的坑林 显然没有这种厚顾之忧 换句话说就是他等得起 所以周杰伦再三否论恋情 他都只是乖巧的配合 并且任何场合 都对二人的关系避而不谈 婚礼很清楚 名分这东西 只要守得好 就一定跑不掉 最终也确实等到了 周杰伦想要成家的时刻 至于侯佩岑 怪之怪错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最终也只能成为遗憾 而周杰伦为了弥补这份遗憾 才会联手放文山 创作了歌曲《我不配》 尽管歌词中 但谁都清楚这首歌所表达的含义 好在男人总是经历了遗憾 才更懂得珍惜 尽管昆仑恋一开始同样不被看好 周杰伦却有实际行动 证明了昆凌的隐忍和等待 都是值得的 周杰伦精心准备的奢华婚礼 为何成了昆凌忌忌 猴配层的导火索 2015年周杰伦在欧洲古堡 举办了一场毫无人性的奢华婚礼 婚礼当天 昆凌身穿背部镂空设计的高顶婚纱 皇冠则是皇室品牌上美巴黎 价值超600万 其上共镶嵌了1296颗诗华落石器钻石 重量达到惊人的18.91克拉 而胸前那条看上去就奢华的钻石项链 更是高达1200万元 除此之外 还有它手上那颗鸽子弹大小的钻件 光是裸钻就要800万 算上私人定制费用总价值超过千万 仅是这一身行头就抵得上 三线城市的两套别墅了 不过比起这些明码标价的珠宝首饰 婚礼场地不仅及宾客花销同样价值不费 另外周董还特意为婚礼谱了曲子 就目前他新专辑产生的轰动项银来看 这首曲子完全无法用金钱衡量 再加上周董拒绝任何赞助 实大实地打了一亿来举办这场婚礼 可以说是给足了昆灵牌面 但风光无限的背后 却潜藏着一份不大不小的危机 昆灵曾在某次采访中表示 周杰伦最理想的婚礼场所是在巡崖边 为此他还调查了一句 你这是想把我推下悬崖吗 然而大婚之前 周董几乎走遍了欧洲著名的婚礼取景地 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所 这才选择在古堡中举办婚礼 凑效的是早年前侯佩岑也曾在公开场合 阐述过自己对婚礼的畅想 其中欧洲老房子以及悬崖边 都与周杰伦的规划不谋而合 要说二者之间毫无关联 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而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昆灵会在被周董宠成公主的状态下 依然时不时的与侯佩岑产生交集 几周证明的彩虹土事件 还引发了粉丝之间的互私 昆灵也因此喜提低情商的标签 究竟是不是有意为之不清楚 但以昆灵天生要强的性格 明清姐姐的东西都要争抢一番 或对丈夫的前女友心存芥蒂 也并非不可能 所幸如今她已经为周董诞下三胎 侯佩岑也以嫁人收获幸福 天王嫂的地位老不可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